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这里是小猩猩的新作物 狮子做霸气二大方 对于恋人 即使是分手了也依旧可以做很好的朋友 也不会在乎一些他们认为没有必要的细节 可就是这样的狮子在处理和对待感情上就会有些孩子气了 一点小小的矛盾甚至争吵都会让狮子开始怀念曾经恋人的好和一切 倘若在恋爱上 狮子与恋人的矛盾升级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 那么狮子在遗迹之下便很有可能找回旧爱 并毫不犹豫地与旧爱重修于好 狮子做十分重视在爱情中的自尊和面子 所以如果当初是你抛弃了它 那么你一定要认错 让它消消气才行 不过狮子男对于旧爱通常都采取头也不回的态度 而且一旦脱离朝夕相处的时期 他也很容易忘记究竟 加上对自己信心十足 吃回头草的可能性极小 狮子做女人吃回头草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 但她们不是因为忘不了曾经的恋人 而是失去之后总有些许的不舍和偏执 当两个人试图找回曾经感觉的时候 狮子女又会记得曾经不愉快的事情 因此就很难回到曾经 些许她们可以减少一些自己的见地 多一点对恋人的理解 这会让爱情更美满 狮子女习惯性用自己的态度来定义别人 特别是定义爱的人 这会让你们之间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事实上 狮子不是很绝情的人 但却都是自尊人的祸 绝情这回事有时也要看事谁先提出 若眼前的感情不是由狮子一方宣布死亡的话 我可以告诉大家 无论另一方如何想再重拾救欢 结局都是于事无补 毕竟伤及了她的尊严 一刀两断可能是狮子唯一的面对方法 对于大狮子来说 面子永远是第一位的 分手的时候 狮子们大多会发誓跟这个人从此老死不相往来 如果还吃回头草 那不是要被人笑话了 狮子们在分手后多半都会让自己过得比以前更好 让前任后回去吧 你有你自己的世界 不管是不是狮子座 谁都渴望有自己的世界 他有他渴望的事业 有他可以放松的娱乐 如果你的世界只有他 那你终有一天会失去他 你可以去阅读 去旅行 去摄影 用自己的眼睛感受这个世界 爱情本身就是种分享 适当的关注 狮子都是爱面子的生物 态数里他会觉得自己没有存在感 太年龄他又会觉得窒息 要想添加点言 让他明白 其实你是非常依恋他的 但是你不会时时刻刻挂在嘴边 真诚 千万别觉得他们傻 尊重对手才能赢的战役 别弄点小花招就沾沾自喜 手段不是目的 不要相信那些爱情百科疏离的若即若离的那套 人都需要安全感 如果你神秘到让他完全弄不明白你 别指望他要你 真诚对待你爱的人 真诚对待他的家人和朋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分享和订阅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带你一起了解自己和12种不同的性格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的观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